这是毛主席女儿李勒最罕见的一次发怒 1993年 当红隐星刘晓庆 受邀主持一档追忆毛主席的节目 拜访了主席的小女儿李勒 可当她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一向好脾气的李勒却罕见动怒 完全不给这位大咖一点面子 言辞吏色的质问她 怎么能够问这样的问题 刘晓庆的问题到底有多么不同 才惹得温和的李勒发脾气呢 李勒在采访中讲述了什么 面对对方的冒犯 他又如何反击呢 1993年 中央电视台筹备了一档 以纪念毛主席一百周年诞成的特别节目 为了能够更好地追忆毛主席 节目组可是用紧心思 不仅邀请了许多毛主席的亲朋好友 还特别邀请了当红隐星刘晓庆 来担任主持人 要说刘晓庆当年是有多红呢 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名气是传遍了大江南北 有了她 收视率看来呀是不用头了 作为毛主席最小的女儿 李勒也收到了节目组的邀请 得知是为了追忆父亲 鲜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她 是欣然情谋 录制当天 两人相聚 得以一见李勒庐山正面 她身穿普通的深色素衣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就出场了 刘晓庆不禁心中惊讶 李勒作为毛主席儿女 居然如此的低调朴素 采访开始之前 李勒本来有点紧张 可一谈起父亲 她就变得津津乐道了 慢慢讲述起了她与父亲的故事 李勒是唯一一个童年少年青年 都陪伴在父亲身边的孩子 毛主席对于这个小女儿 也是十分疼爱 毛主席心系国事 为了工作焚高济贵 身边的工作人员 为了她能够多注意身体 也是操脆恶心 谁也劝不动她 可她偏偏最听小女儿的话 只要李勒一撒娇 她就暂时放下工作 跟她出去玩 于是小小的李勒 就成了提醒毛主席休息的法宝 每到一定时间 工作人员就派出她 去把毛主席带一下工作桌 牙牙血雨的李勒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陪我散散步 而毛主席也是乐得其中 有时候毛主席休息的时候 碰到李勒和其他孩子 在院子里玩 她也会弹露出 没有泯灭通真的一面 加入到孩子们的队伍中 跟着他们一起用泥巴 盖房子饮水渠 玩的两手都是泥 而在陪女儿散步和玩的过程当中 她也于教于乐 用诗句描述周围看到的事物 潜移默化的教育孩子 上大学之后 李勒也与父亲保持信件来务 两人是父女 也是朋友和知己 说起父亲 他总是有说不完的美好朋友 可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 温馨的氛围中的时候 谁知 刘晓庆的一个问题 打破了这个氛围 让场面一度变得十分感慨 到底是多么离谱的问题 才能够让好脾气的李勒 一时之间失了风度呢 想了解后续内容 请点击头像进入到主页 查看下集的精彩视频